非常非常開心 我們球員頂住這幾天的壓力 因為我們在前一場GAME4的比賽裡面 我們是一個大幅的領先 然後在下半球被逆轉 所以造成在今天這場賽前 其實我們不管是練球 或者是今天比賽前 其實都很明顯感覺到大家的壓力 那其實一開局我們打的做得還不錯 但很可惜在第一節後半段 在防守一段被他們投進了太多的外線 那只是說他們今天在整個外線還是非常的穩定 那只是我們說 在第二節我們成功的把一些空房的節奏 甚至在進區的優勢 也重新的找了比賽 那特別是在第三節我們打出一波39比26的攻勢 那我想這是我們在這場比賽做得最好的地方 那特別在第四節 雖然少了對方兩分的得分 那第三節領先 那我們在第四節 球員確實在空房兩端 就算被對方追進的時候還是 很有耐心堅持把我們的防守做好 然後搶下每一波的籃板 那當然很高興 我們從去年墊底的球隊 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進到快捐賽 然後在這邊我感謝我們球團大力的支持 然後再來我們的球員非常非常努力 然後彼此非常團結 然後我們可以打算這場比賽 那當然我現在可以有一個題外話可以插一下 因為今天比完了 那我是剛剛以為我聽錯 那剛剛在比賽結束後握手的時候 對方的外籍教練握手的時候直接喊 Fuck you 然後一直握手 然後握到助理教練 我以為我聽錯了 就握到第二個助理教練的時候 也是Fuck you 然後第三個也Fuck you 所以我剛剛在Luck Road的時候 我就問 然後我們助理教的小馬就說 欸他怎麼這樣子罵 我說我以為我聽錯了 結果我自為確認都有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籃球是一個 競技運動的錯 但我覺得還是要講求一些這個 球品吧 我覺得這個運動家精神 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策略就是 從底倒到外 那我們上半場的運動率其實沒有很高 所以就是導致我們分數就是 一直落後然後沒有領先 那第三節的時候 大頭剛好上來有投進幾個三分球 然後就讓我們有一個超前的機會 然後我們就順著這個氣勢 然後領先到第十節這樣 所以就讓我們拿下這個比賽這樣 那種可以搭載你是第三節的情況嗎 我覺得就是 第三節就是算比賽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們上一場也是第三節輸 所以我們最後導致就是被逆走 所以這場第三節就是 最後一場然後對我們非常重要這樣 那我就是上場就是 平常心這樣 然後就是不會去想太多就是做太多的事情 然後就是不會去想太多就是做太多的事情 Mean的, Ku著是на場 然後那是很��ost 實際上是有個最大的範圍 然後我們就 lim engine上 封任我們連放大圈 we made great plays Alex really not playing much minutes throughout the season as a young guy came in and hit some big shots and Mal hit some big shots and Sim dominated for us, Sam did a great job Simon did a great job, Lewis did a great job everybody just played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today tired, with injuries, sick just fought hard, and I said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if we are aggressive and we follow the coach's plan, that we're gonna win every game, you know, we just have to continue to build off of what happened today you know, we got a very tough team to play next round with DEA, so, you know we're just gonna celebrate this win and get on to the next one now today's tournament is the today's tournament two teams are very strong and you know, game 5 and on the whole team and the whole team and he said, today's win won't be a big success and he said, he said he said, he said he said, he told us 好像是結於他水檔整季都沒有很多的上場時間 但他今天就跳出來命中一些很關鍵的球 阿毛也是一樣 然後他也提到就是布拉、德古拉都在籃下的統治禁區 然後再來就是阿毛也是命中一些非常關鍵的球這樣子 所以他說這場比賽對我們就是非常重要 但是就是回去之後我們就是可以好好的慶祝這場比賽 但是接下來下一輪就是我們隊友就是中信 然後就是想辦法去繼續評價去這樣 我覺得就是在場下也看到就是很多就是教練或是學長的就是提點說就是 上場就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籃下進去優勢很大 那傳出來就是空檔就是看自己平常練習的場合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也不會去想太多就是投不進或什麼就是照平常訓練這樣 那當然其實我們今天在整個境界端的策略就設定是要多在禁區做到攻擊 當然你做禁區的攻擊多了之後 當然會讓對方的更多的 不管是WT 或是10 但又會越為越多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提醒球員 剛才說數據上面看到12投1中3分是確實非常不理想 但是畢竟比賽還沒有結束 那我也相信我們的球員他們是有外線投射人力的球員 所以我們只能鼓勵的方式 因為平時最後一場我們沒有退路 所以我也鼓勵球員在這個 當有這個機會 Outside inside outside出來的時候 你們要隨時準備好你們就是要準備投籃 那當然我想大國他確實在這場比賽他做到了 然後幫助我們球隊改變了整個當時的氣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Do you know what he said? Where do you guys go? How's that? Yных, it's very special, you know Dwight Howard was one of my idols growing up playing basketball so for him to be here to support me he called me earlier and asked for some to the game and uh i really just it's it's just so exciting and just so i'm so grateful that you know i'm able to be in the same league as him and also that he comes here and supports me and uh also uh samson uh kibius uh from the human lines um i think it's uh it just shows you know the love and support here in taiwan uh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it so i just i enjoy it i love it 我希望我繼續得到這個支援 因為我會在決賽中必須 一別就是說他就是很感謝他的到來 然後就是代表他們就是很支持很熱愛台灣的這個聯盟這個比賽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已經就是等不及要去做應付下一輪的比賽 當然其實我現在還沒有想這麼多 因為我們這段期間其實完全focus 就是在對海誠的比賽 那我覺得當然讓我們開心一天 那明天我們會在做準備對中心的比賽